哈囉大家好我是第一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弗朗基最終伏筆 愛妮一路將會把月球科技帶來地球 就開始我推理 之前有講過弗朗基有個最終伏筆 也是最一開始的伏筆 這伏筆大家早就忘光光了 那就是弗朗基看過冥王的設計圖 我提出一個疑問 如果最終草帽孩子團 真的找到阿拉巴斯坦的冥王的話 這樣弗朗基知道冥王這個設計圖有什麼意義呢 這樣看下來完完全全沒有意義 我自己覺得尾田高機率不會破壞掉自己 可能是伏筆的伏筆 而且目前有太多人想要冥王了 怎麼想都輪不到草帽孩子團 像是黑鬍子已經擺明了 自己可能想要冥王 還有櫻母大人針對薇薇 很可能也是想要奪回冥王 那我們繼續思考這中間的稀巧 我自己的想法是 尾田想要讓弗朗基打造出冥王 但這一切要怎麼做到呢 之前說過 弗朗基的船就是用地球最好的木材下去打造的 也就是寶樹亞當 那如果真的是最強的話 照理來說寶樹亞當也是製造冥王的木材 重點就在於冥王被列為戰劍 戰劍你就能想到有多大對吧 但寶樹亞當相當稀少 所以我自己的推理是 在最終之島那邊會找到一顆很大的寶樹亞當 也就是惡魔果實樹 然後在那裡做出復刻的冥王 但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木材到手而已 我們肯定忘了冥王是強在哪裡 那就是老殺脫口而出的一炮毀掉一座島嶼 我自己覺得海賊王的世界並沒有這種能量 所以就要回到最古老的疑問 古代兵器是不是來自月球的科技 我自己覺得冥王那一炮高機率是來自月球 所以弗王機真的要做出第二艘冥王的話 目前人在月球的愛妮路就顯得相當重要 如果愛妮路真的有機會下來地球 然後把月球科技帶下來 那麼冥王是有辦法完全復刻的 但也有另外一種可能 能量是在最終之島 但這就沒有什麼好分析的 因為就瞎猜而已 但是目前海賊王世界就是沒有這種能量 把能量往月球想 我自己覺得是相當合理的 而且高烏森的愛妮路會下來 我自己也覺得是預料之內 但如果愛妮路空手回來的話 我想不到它的用處 大家什麼想呢 都可以在下面討論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